好,謝謝主席,有請潘部長 好,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早安,辛苦了 您剛剛說,您沒有震怒,所以暴載是不實 但是我認為您應該震怒 您應該震怒在什麼事 震怒在教育已經成了來強化社會對立的戰場 教育的領域已經在這段時間淪為政治角力的季期 您應該震怒,您應該強而有力的來辯護 也就是因應這段時間,謠言滿天飛,政黨入校園 教育部你在哪裡 教育部的作為在哪裡,下一頁 下一頁 部長,我手上隨便一拿 都是最近非常多的各類團體的文宣 有關於在立法院討論的民法修正案 其實到現在都還在程序中 都還在擴大社會的對話 但是非常多的團體 甚至很多的是家長團體 他們擔憂擔憂再擔憂 我隨便一拿就非常多的網路文宣 性濫交性解放堂兒皇之進入校園了嗎 如果民法修正案通過 未來孩子會失去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的稱呼 未來孩子在學校會被教導同性的性行為 有這樣的教材嗎 有這樣的教材 課綱的研議嗎 我隨便拿一堆資料 高一公民課本 充滿著同性戀文化 充滿著非常多的 不實的謊言 在整個社會流竄 部長你應該震怒 作為教育的大家長 應該出面來以正視聽 導正視聽下一頁 很離譜的文宣 我實在連念誦 這樣子文宣我都不願意 我覺得是不堪入目 可是嚴重的侵入校園 來左右很多善良的家長 關心孩子的學習發展的家長 他們的心情完全是不實的 你應該震怒啊 部長對於這些謠言滿天飛 你個人認為你們做了什麼 你們應該做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 當然當時在網路上流傳的這些訊息 教育部對這部分 其實在多次裡面做了這個說明 只是網路的流通 並不是單一的管道 那對於過往在97 98 曾經有過那個草案的內容的修訂 其實這個也經過大家社會的討論 修正之後導正了嘛 調整了嘛 所以教育部也正式的在我們的官網上面 讓大家了解整個這樣的過程 部長這些做法都不夠 下一頁 歪風不倒正 連老師也都當真 老師也都偏差了 這幾天發生的花蓮花崗國中的公民科 斷考的考題 一位老師在考題當中說 立法院正在討論的民法修正 對不起 多元成家方案 他考題是這樣寫的 未來如果通過表兄弟姐妹也可以通婚 兒子可以娶妻母 女兒可以嫁妻婦 這樣一個公民老師出的題目 你們的性評會要不要處理 要不要處理 歪風不倒正 老師都失焦了 都偏差了 比照台大的機械系的一個考題 你們教育部開罰了 這個是公民科老師的 你們要不要處理 部長回答我 是 跟委員報告 那麼 一程序現在 花蓮縣政府已經先啟動 做這一方面 所以你們會有處理嗎 他當然有他的程序 好 所以你也不同意這樣子的出題 這個老師誤解了 也誤導了 而且嚴重的誤導 這麼多的學生 而且是在命題的過程 是 利用你命題的權限 嚴重的誤導學生 應當罰 比較台大 甚至也許你覺得他誤導的更嚴重 那就要罰的更重 要以正視聽啊 下一頁 您剛說 教育部有在網站澄清 這一段時間的謠言禍眾這麼多 無限上綱 對於教材的扭曲 對於我們依據性貧法推動的性別平等的教育 嚴重的來誤導大眾 你們終於一個多月過去 你們終於在教育部的網站有了回應 12月4號才有回應 是前兩天部長 你應當震怒啊 其實立法院都震怒啊 為什麼部長沒有作為 12月4號 慢吞吞的回應 回應又是軟趴趴 又是開始說我們依據性貧法 所以我們在校園要導正正確的性貧等的教育 針對這麼多的謊言 你不能更有力的告訴整個社會 告訴所有的家長 放心安心 我們沒有要去做任何教材的變動 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大動作 有利於社會 輿論 導正的作為 我真的看不到 要嘛慢吞吞 要嘛軟趴趴 下一頁 這個是 是性貧教育的教材扭曲 另外一個政黨進入校園 也就是最近 在野黨發起反核災食品的公投 我尊重他們的權限 公投本來就是人民的權利 但是呢下一頁 公投聯署書 我提供出來的這個是在 雲林的東南國中 學務處 透過學校的網站 某位老師 請大家加入這個公投聯署 然後將聯署書交到 學務處的小弟的桌上 我們會回收 可以這樣嗎 部長你回答 這樣子的作為 雲林的東南國中 公然的為了政黨的公投提案 在校園裡頭發動聯署 利用我們的教學資源 教學網站 公然 堂而皇之 怎麼處理 部長 我跟委員報告 不管任何政黨依法 當然不能進入整個校園 那謝謝委員跟我們提供 這部分我們來打做 之前您不知道嗎 這個案例您不知道嗎 他們在這個社會各界 這個我想教育系統 當然不能夠去做處理 但是如果以政黨名義 可以進入到任何校園裡面 進行政黨這些活動 其實過去的教育部長也都曾經 這不是第一次 過去有很多的公投聯署 也都在校園裡 很多熱情的老師 開始協助來發動 也都有公函正式地要求各級學校 比較辦理 下一頁 部長 很簡單 教育部不該被綁架 有人說教育部被同運團體綁架 部長 我替你報區 教育部不該被任何團體綁架 不該被任何政黨綁架 不該被藍或綠綁架 教育是超然的 教育是至高無上的 所以面對社會 不管是對於性貧教育的扭曲 您都應該第一時間出來 第一時間來告訴社會 安家長的心 教育部的性貧教育 沒有任何扭曲的性解放的性泛濫的 教導同志的沒有 都應該第一時間出來 包括現在我提供給您的 雲林的東南國中 為了政黨的公投聯署 教育部都應該第一時間有作為 我在這裡提出來 好我下一個發問 那個主席 我的原住民讓我講一分鐘就好 好不好 我有可能嫁給原住民啊 對 原住民族的教育困境下一頁 下一頁喔 部長 其實我雖然非原住民 我對於這個領域也相對陌生 但是我的理解 我看了很多資料 原住民族的兩大支柱 在原住民族教育 一個是一般教育 來強化我們原住民族 他接受教育的這個權利 機會平等 另一方面 其實我認為是現在台灣要加強的 就是原住民族的民族教育 這兩個支柱 可是在經費的分配是偏差的下一頁 很清楚 剛剛高金宿美委員說 由原住民委員會 原住民委員會 那個汪副主委請上喔 高 高金委員提的數據是 有關於原住民族教育的部分 是只有三億 其實我更細的看了 原民會106年度的編列預算 有關於落實推動民族教育 其實只有7800萬 佔所有兩個部會加起來 總經費 原住民族教育 47億的1.7%而已 這是一個弱勢中的弱勢 我同意我們要窮盡一切的努力 來幫忙原住民的教學機會 受教育的機會 但是民族教育是更重要的 來下一頁 對 我有要嫁給原住民的誠意 我很努力準備 所以 我甚至要講 部長 我們教育部編的34億的 原住民族教育經費裡頭 高達42% 14.5億都用在講補助 補助學費 補助生活費 補助伙食費 我認為我們的原住民族的資源 除了補助學費補助這些 他們的受教權能夠獲得彰顯提升之外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主席我後面還有十幾頁 我佔用時間 我下一次會在我們審議偏鄉教育的議題裡頭 一起來探討我們的原住民族的教育 因為偏鄉教育的發展 偏鄉學校可以作為原鄉文化中心的發展 我認為這是原住民族教育的一個重點 也是一個契機 所以我今天破題 我後面還沒有時間論述 一般教育之外 民族教育 是我們規範在原住民族教育法裡頭 重要的兩個教育的支柱 不可以再投重剿情 民族教育才是重點 我們下次找機會論述 好嗎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部長 我們接下來 我們下次見